上节课我们在最后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项链的例子 通过这个例子想表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一部文学作品 它的接受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不同时代对于一个文学作品的解决 认知理解也可能会产生最大的变化 就是当年莫伯桑在写项链这个小说的时候 毫无疑问他肯定是在批判女主人公 或者说他的核心放在了虚荣上 但是到今天我们再看这个小说的时候 它的内在逻辑的时候 我们可能另外一个莫伯桑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就是诚信的这个问题 诚实的这个问题被凸显了出来 原因很简单 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再去看的话 虚荣可能不是什么问题 一个人虚荣很正常 但是一个人诚实 这个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品质 但是对于那个时代而言 一个人可能诚实这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虚荣可能是要不得的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就是不同时代 对于一个文学作品的理解的问题 那好 接下来就引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很重要的维度 文学跟接受 文学与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那好 我们首先接下来谈第一个问题 就是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 或者叫做文学的雅俗问题 文学的雅俗问题 可以这么讲 是整个文学 尤其是专业的也好 或者业余的也好 这个问题就你会发现实时萦绕 在任何的讨论过程当中 而且永远讨论不出一个结果的一个问题 就是文学到底有没有雅俗之分 举一个例子 就是有没有咱们不说 但是好像在大家观念当中 比如说什么叫高雅作品呢 比如大家可能觉得 《红楼梦》算是高雅作品 比如说在西方 你可能会觉得 沙士比亚是高雅的 或者说像类似于 尤里西斯是高雅的 但是换一个有些比较暧昧的作品 比如说张爱玲是高雅的 还是通俗的 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有争议 比如说金平梅是高雅的 还是通俗的 这个问题又会有争议 那到底是金平梅 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讲到过 你们如果学了文学史 因为你们现在还没有学文学史 如果你们学文学史的话 你会发现在文学史的书写过程当中 如果一个作家给予他一张的体力 这个作家是毫无疑问 是非常重要的作家 一般而言我们当今时代 现在大家比如说你将来像大二大三 要学文学史的话 你会什么样的作家 什么样的作品是一张呢 比如说对曲原可以放一张 对吧曲原是不是一张 对吧 然后比如说以后你说李白算一张 杜甫算一张 苏氏算一张 那么好 陶渊明可以算一张 还有一些作家能算一张 那当然了到明清文学这一段 四大名著 《红楼梦》 《水浒传》 《西游记》 《三万一亿》 各一张 一共四张 但除了这四个大名著之外 还有一个作品 也能放一张 是什么呢 就是金平梅 可见金平梅在文学史的地位 可以跟四大名著相并列 那么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那金平梅真的到了 跟四大名著相提并列的这个位置上吗 为什么 有的同学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我没看出来呢 那当然这里面涉及到问题了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 你能看出来的只是那俗的部分 那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关于雅俗的定义 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这也是这个问题的暧昧之处 当然在日常生活上大众文化当中 我们经常爱去定义这个雅俗 比如说我记得好像是前一阵 我忘了是那个什么时候 有一个网络上举办了一个论坛 把几个重要作家拉到一起 来去做一个讨论会 记者就是比如一个主持人提问 然后几个人在这发言 这里边几个重要作家都有谁呢 比如说好像有莫言 这都是考语院在今天算是高雅作家 什么刘振宇也算是比较高雅的 然后还拉来了谁呢 在那场面还拉来唐家三少 都放在一块来讨论文学 当然讨论完 然后这个会议开完了之后 这个讨论会开完之后 然后接下来网络上就给我们评价 说这个会议真好 你看这里边体现出来什么呢 这个唐家三少跟这样所谓的高雅作家 都是那什么 就文学都不分 高雅通俗不分 打通了高雅通俗的界限 拉低了这个 或者说叫做什么 就拉近了文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 挺好 但是这个言论一旦发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网上立马一大帮人 又开始攻击 说对不起 唐家三少跟莫言就是有高低之分的 你不要把他们俩相提并论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吵出来 那好 这里边的问题就是 文学到底有没有高低之分 不光是文学 其实其他的一切艺术 其实背后都涉及到一个雅苏之分 好像就在前一阵 之前有一个美国的著名的 还挺有名的一个导演 在网络上也是在发表了一个言论 后来就引起了美国电影界的一番宣战大波 他说什么呢 他说漫威电影不是电影 漫威电影不是电影 然后当然这句话就很 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区分 他漫威电影只能叫做Cinema 不能叫做Film Cinema跟Film是有区别的 那这里边 他就显然是要标明 他的一种精英立场 那么后来很多人就开始进行讨论 他说漫威电影怎么能不是电影呢 然后他后来又做了一番澄清 他说他认为电影 什么叫电影 电影艺术应该是呈现复杂的社会 人生人性挖掘艺术 有独立艺术追求的 漫威电影显然不够 显然不够格 所以说后来他就觉得 显然是很不够格的 那么接下来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那到底一切的艺术作品 雅俗之间到底有没有分业 首先我在这要明确一个立场 如果要是严肃的来去谈 文学的雅俗问题的话 可以这么说 雅俗之间绝对没有界限 或者说你很难用一个 两个三个标准来去划定 什么是雅 什么是俗 因为你把它放到一个历史的历程 来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可能是雅的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可能是俗的 或者说现在的雅的作品在当诞生之初可能是俗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的好区分 不是那么的好区分 但是呢 它又不符合我们的智常观念 就是我们日旁观念当中 当我们提到所谓高雅文学和低俗文学的时候 似乎总有自己总有一种判断 就是总有一种观念 就是这个是高雅的 那个是低俗的 那好 接下来我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把它分成两部分 首先我们来说 在我们的观念当中 大致上 我在这里只是强调 大致上高雅文学跟低俗文学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然后接下来 我再来探讨 就是高雅文学跟通俗文学之间 它有变异的这个部分 它因为什么变异 什么因素促使雅俗发生变异 这是第二个部分 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问题 就是雅俗的分研 其实任何文化 基本上都是有等级的 这个等级 尤其是在古代 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雅俗的这个分研 比如在中国文化 我们可以这么说 整个在文体本身就存在着 这个雅语俗的分研 比如说诗是比较高级的 然后词就不太高级 曲就更不高级 小说很不高级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 当然有比诗更高级的就是经 经都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 一般人只能写诗 顶度不能写经 那好 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文化的等级问题 这个文化的等级 其实背后渗透着一种规定 这种规定靠什么规定的 我们分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 从内容上看 雅语俗 有这么一种说法 你看你同意不同意 他说 雅的作品 高雅作品 思想内容往往都是比较正能量的 而通俗作品 往往都是比较庸俗的 三俗的 你觉得这个区分有没有道理 或者说它对不对 不一定 我也觉得不一定 为什么呢 给好像乍一听 高雅的吗 都是正能量的 庸俗的作品 都是低俗的 思想内容上看 是 好像乍一看 有道理 但是你再仔细细想一想一些例子 你会发现 可能结论恰恰相反 越是被我们认定为高雅的作品 好像思想的正能量并不明显 比如说你去看红楼梦 有什么正能量 红楼梦正能量很明显吗 不是很明显 阿寇正传 有什么正能量 这个沈从文的编程 正能量哪呢 前中书的围城 正能量呢 你会发现 相反 小时代很有正能量 你看那四个女孩 你看多努力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个里边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恰恰相反 越是高雅文学 可能它呈现那个东西 就很难用正能量 或者负能量 简单来去概括 而越是通俗文学 它越是呈现的思想 越是简单 当然大部分来讲 都是积极向上的 所以说 在这里边我们要说 不能简单纯的说 用思想的正能量 负能量与否 来去划定高雅和通俗 那这个里边 我们按什么去来去区分呢 我们这么区分 高雅作品与通俗作品 从内容上看 高雅文学 有一个特点 它是忠实于世界的 以往的说法 就是忠实于现实生活 那好 它忠实于世界 就会产生一个 什么样的现象 它是真实的 在线世界的复杂性 那么世界是什么样子 客观现实生活 是什么样子 我就呈现什么样子 至于它是否符合 人们的主观阅望 主观的期待 不是我要做的重点 那所以说 比如说 你会发现 高雅作品 它呈现的思想内容 往往都会比较的复杂 为什么 因为现实生活就很复杂 而相反 通俗作品往往 特点是什么呢 它要对世界进行解化处理 那么因为它对世界进行 甚至有的时候进行了一些土改和虚构 就会导致它能够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呢 满足读者的愿望 你会发现 越是通俗的文学作品 它背后传递出来的道理 往往都是那些你已经知道了的道理 比如说好人有好报 努力会有收获 要坚持 坚持就一定会是胜利 越是通俗的作品 往往都会传递这些 但是高雅作品 因为它诚实中视世界 而现实生活当中 好人一定有好报 努力一定有收获 坚持就一定会胜利 未必 现实生活往往都是残酷的 那好 接下来你会发现 那么在高雅作品当中 对于世界的认识 我就在现世界的复杂性 它是什么样 我就给你呈现出什么样 但是通俗文学作品 不 它要通过把这个世界 给你简化处理 然后把它导向出一个 符合读者 已经已有认知观念的 一个价值框架内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就会对世界进行一些改造 一些虚构 所以说在这个作品当中 我们往往说 为什么高雅作品 它往往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 真实的本质规律 而通俗作品 只不过是一个大众读物的原因 就在于此 好 这是从内容上看 好 接下来我们说第二个方面 从形式上看 好 大家听我这个说法 还是从形式上看 因为形式上 就涉及到文学的一个技巧问题 当然这个技巧包括很多方面 语言 结构 等等 修辞 等等技巧 有人这么说 说高雅作品 是技巧比较纯熟的 通俗的作品 都是技巧比较拙劣的 这个观点 你认同不认同 不认同 为什么 你一句什么例子 没举例子 你不认同 认同 高雅作品 技巧纯熟 你听错了 不认同 是吧 那为什么呢 对 就是很多你会发现 有些高雅作品 形式恰恰是很质朴的 对吧 它没有用复杂的修辞 没有用复杂的这个 结构模式 语言模式 但是它依旧是经典作品 对吧 好像跟我们认知 有这样的一个差异 事实上来讲 也存在这个问题 也存在这个问题 刚才我说 一种观点 就乍一听 好像高雅作品 形式技巧纯熟 通俗作品 形式技巧上拙劣 好像是有道理的 但是你仔细一品 你细品 你就会发现 不是那么简单 现实生活当中 很有可能是什么呢 现实生活 很多高雅作品 形式上并不讲究 往往是什么样的作品 比较讲究形式呢 通俗的作品 为什么 咱们稍微说一下 为什么通俗作品 会特别在意 形式 它会追求 追求技巧 原因在于什么 原因在于 它追求的 它本质上 追求的不是技巧 它是追求 有了技巧之后 这个作品会变得什么样 通俗易懂 所以说就会导致 从形式上看 往往通俗作品 都是老少贤疑 富如皆知 大家都看得懂 越通俗 越看得懂 当然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 我在这一节当中 所讲的所有内容 所列的所有的规范 都不是绝对的原则 你一定能找到反例 因为我第一个前提已经说了 雅与俗之间界限并不分明 或者是没有明显的界限 但是我们又为什么要给它说一个界限 这是我们普遍的一种认知的观念 就是我们大致上还是对雅俗有观念的 那么雅俗的观念从哪来的 是从这几个方面来的 但是这几个方面的 每一个方面都有反例 我在这里要必须要说 修清这句话 那好 通俗的作品追求技巧 为什么它追求的是通俗易懂 所以它特别在乎形式本身的重要性 因为形式本身的重要性 决定了读者的理解方式 所以说你会发现 比如说你去看 为什么比如说有的导演 电影导演会批判这个漫威电影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漫威电影 包括美国不光是漫威电影 整个的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产业 它是把电影作为一个工业化的产品 来去生产的 所以它在编剧上 在整个的设计上 它完全有一整套的工业化的模式 然后来去建构它 所以说你会发现 很多故事模式都差不多的 然后整个的这个光影 声光 脸圆的服装等等一系列的色彩 都是有模式化的 而这种模式化 为什么 是因为它已经经过反复实践证明 只有这种模式最能吸引观众 或者是能够最大程度的吸引观众 所以我就采用这种模式 因为我要赚钱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通俗它就非常在乎这个模式本身 而至于输出的什么内容 那个东西反而倒没有那么的重要 反而倒没有 只要是符合基本的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 就没有什么 但是高雅作品不是 它是不追求技巧的 或者可以这么说 它在技巧上往往寻求的是一种什么呢 突破 要突破 就当一种文学形式已经成为了一种模式的时候 高雅作家或者是高雅文学作品 他寻求的是我怎么去超越它 我怎么对既定的模式进行突破 创新 然后形成一种新的艺术模式 一种范式 所以说你要知道 尤其是你去看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小说 小说什么情节 人物 环境 这三要素等等 这都是一般以往的这种模式套路 但是意识流小说说不 谁告诉你 小说就一定要有情节 我没情节行不行 然后就开始进行大量的意识流小说的创作 于是它就开始成为了一个独特的门派 那接下来读者在阅读的时候 你当然读意识流小说 你当然不会觉得通俗易懂 你当然会有一种什么感受呢 阅读的时候会受阻碍 你就会觉得受到很大阻碍 这个小说怎么读起来那么费劲 对 因为它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是要寻求突破的 那突破就是什么 就意味着要跳出原来的舒适圈 怎么难受怎么来 所以高雅文学作品就是要让你难受的 所以这个里边我要再跟大家说的 就是作为咱们中文系的学生 面对这种读起来特别难受的作品 你要怎么办 你要有一个克服难受的精神 要迎难而上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专业读者 我们不是通俗大众 东俗大众 你读起来 当然可以怎么舒服怎么来 因为他的阅读是为了愉悦 你的阅读是为了信仰 是为了证明你是中文系的人 是为了专业 那你的专业 那怎么样 你要不要克服这种 因为我见过太多中文系的学生 在读文学作品的时候 也觉得读不懂 放弃了 不行 硬着头皮也得读下来 读完了之后 再谈别的 可能你读多了之后 你反而会觉得这个作品没有那么难 尤其是你在读书的过程上 你会有这样一个规律 当你啃第一本书的时候 特别难 但是接下来 你啃完第一本书 你再去接下来往下 再啃的时候 你会发现第二本书 这个啃的时间 要是你第一本书 啃的时间的一半 第三本书 是你第二本书 啃的时间的一半 你会觉得越来越顺畅 因为你对它的理解越来越深 你也找到了一定的 这个基本的模式 理解的方式和方法 好 这是从形式上看 对这个问题 好 第三个 从价值上看 这个里面我们来再去追问 这样一个问题 说这个观点 对不对 就是高雅作品 往往都能够有教育意义 通俗文学 没什么教育意义 你觉得这个观点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就是高雅作品 让人觉得 读完作品之后 产生了一种 好像 就是获得到了一种 这个教育的 那种感召的那种感受 通俗文学作品 就是读嘛 就是读完了以后 就没有什么感觉 就放弃了 这个里边涉及到一个问题 通俗文学 背后传达不传达某些道理 是传达的 你看小时代 传达道理很深刻的 所以说在这里面 我要说 高雅文学跟通俗文学 它背后都是传达道理的 但只不过传达道理的方式 不太一样 而通俗文学 往往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就是让你愉悦 所谓的欲教愉乐 让你开心的同时 接受到某些道理 而高雅作品不是 所以说这里面 我们再去进行区分 从价值上看 通俗文学作品 往往是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 通俗作品的说教意味 有的时候可能会更浓 说教意味 所以说它经常是 娱乐性 思想性 和教育性 的统一 然后 所谓的欲教愉乐 而高雅文学作品 它在价值上 它就不在于 从某种程度上讲 不在于向大众说教 甚至它根本不在于 大众的感受 就无从谈 说教不说教的问题 它更多强调的是什么呢 强调一种 自由独立的品格 追求的是自由独立品格 或者是一种什么 崇高的艺术理想 等等等等 所以说早年的时候 早期的文学理论 有这样一种观念 这种观念 早就已经过去了 比如说 这还不光是中国 美国大学当中 也这么教 说什么呢 说文学的本质是什么 文学的本质 是探寻人生的真相的 到现在为止 你发现 没有人这么说了 说文学是探寻人生的真相的 探寻人生真相 有太多种方式 从某种程度上讲 说实话 最不内什么的方式 就是文学 因为文学太间接 其他的方式更加直接 所以说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文学它最后追求的本质上 还是以艺术为基础 而不在于其他的 它教育也好 传达的思想也好 只不过是后来 阐释和附加的结果 高雅文学并不追求 它的教育意义 好 接下来 从创作意图上看 从创作意图上看 我个人认为 如果要是区分高雅文学 与通俗文学 最好的角度 其实是从这切入 最好 或者说 最有点说服力 因为其他角度 还没那么的有说服力 因为你从别的角度上 说实话 你都能找到反例 而且找到反例都能很多 那么从这角度 那个切入 稍好一点 就是 这个里面 高雅作品和 通俗文学作品的 创作意图 是不一样的 通俗文学 创作意图 是为了什么 为了钱 那也不一定吧 一定都是为了钱吗 为了什么呢 为了什么 为了出名 这都是你们想的 有点稍微的远 其实很简单 通俗文学 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更多人看 换句话 它是为了流行而写作 当然流行了之后 至于是不是一定要有钱 那不一定 但是你要想有钱 先得流行 对吧 没人不流行 怎么有钱 对吧 是为了流行而写作的 这是通俗文学 通俗文学是为了流行而写作 而高雅文学呢 那它肯定不是为流行 高雅文学是 为了艺术而写作的 为了艺术而创作的 所以说 比如说 比较典型的例子 像卡夫卡 卡夫卡在他临死之前 就是把他自己的所有 这个小说 这个手稿 托付给一个朋友 就说 你等我死后 把这些手稿 全部都烧了 它就是意思 就是他这些手稿 他根本就 他写的创作这些作品 根本就没有想 给大家看 我的创作 就是为了我自己 所以说 这个 这个就很 后来这个朋友 你看这哪能烧 这不能烧 对吧 然后接下来就 编辑一下 给他出版了 后来这个朋友 估计赚了很多钱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也是 但是死之前 他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死 他还在不断创作 对吧 在这个过程 所以说 那当然这里边 还有很多其他的 对 我也就很好奇 那你既然不想 给别人看 对 你没啥要写的 对吧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 这个问题 还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认为说 一部作品 是否非得有一个读者 创作是否 这个读者 是否真的存在 比如我要创作 没人读 是否真的意味着 没有读者 明白我的意思吧 其实我还是有读者的 但只不过这个读者 是一个隐含的读者 比如说你写日记 写日记 也为了这个特点 就是我写 其实不是为人看的 对吧 写完日记 赶紧锁上 生怕家长 所有人都看到 那好 我就问了 你写了是 目的是为什么 就是为了自己 那你这个东西 给谁看的 当然很多人写日记 可能是为了几十年之后 得自己看的 但是呢 这是一种 非常独特的这种 就是它跟通俗文学 不太一样 通俗文学 就是为了流行 高雅文学 就是为了艺术而创作 好 这是雅语俗的分野 当然在这 你会说了 如果你要 刚才我说这一点 你要非要抬杠 你都能抬出来 比如说 老师 有的人 就是为了通俗写作的 那写作出来作品 就不能成为高雅作品吗 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 有的 有的 就比如说 举个 比如巴尔扎克 对吧 写作是为了啥 就是为赚钱 对吧 我写作 就是生活 你说那时候人的生活 也很潇洒自在 对吧 也不想那么多 就写几篇小说 然后写完以后 赚点稿费 赚完稿费呢 到处吃喝玩的 抽烟 喝酒 然后一没钱了 接下来再写几篇 然后再去抽烟喝酒 就是这么一个循环 这个日子就这么过下来 那请问 他的这个创作意图 可不那么的高雅 带有极强的功力性 那请问 那他能 就不能创作出高雅作品吗 那好 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 巴尔扎克的作品之所以被称为高雅 是在什么意义上讲 被称为高雅的呢 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探讨 很值得探讨 但是我们在这儿有一个大致的规定 大致的印象 就是我们以往到时候 一提到高雅和低俗的作品 或者不叫低俗 高雅和通俗的作品之间的一个区别 往往是在这几个方面上的区别 那好 我们在这儿说雅俗的分野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个大问题 就是雅语俗的变异 从某种程度上讲 第二部分的内容 比第一部分内容更加重要 因为雅俗的变异是常态 而雅俗的分野 从某种程度上是某一个时期内的一种规范 而且这种分野 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有的时候关于雅俗的定义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是非常的暧昧的 非常的暧昧 暧昧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假设你本科毕业要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 你要知道参加研究生考试的时候 有一个环节是口语环节 在口语环节 老师一定会问你一个专业问题 这个问题几乎是你逃不过的 你现在就可以准备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问你你读过什么书 比如说你考外国文学专业 你考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 老师就会问你 你读过什么样的西方文学作品 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问题不是瞎问的 这个问题是你回答什么作品 那很重要 比如说你说老师 我读过简爱 读过胡销山庄 老师一看 不错 这都是十九世纪著名的文学经典作品 那好 接下来 请问你这时候要答 假设老师 老师 我特别喜欢一个小说 叫飘 听说过这个小说吗 好 当你这么说的时候 可能老师 有的老师 有的老师可能就会面露蓝色 为什么呢 因为飘这个小说 跟简爱胡销山庄比 可能它的文学史地位就没那么高 因为很多人说 飘之所以被大家所熟知 是因为电影的改编 乱世佳人那个电影的改编 所以被大家所熟知 而事实上讲 这个小说的内容 很多在文学史的地位并不高 如果你去看很多 我看过有些 就是国外的一些文学史教材 就是世界文学史教材 比如说英国的 有些世界文学史教材 飘这个小说是根本不会纳入到 这个世界文学经典序列的 那但是这个时候 你跟老师说 我很喜欢飘 那老师就会觉得 不太好 那好 接下来我要非要叫个针 飘怎么就不比 简爱和胡销山庄好了 这个问题 假设你回归到文本的内容 你会发现 飘这个故事 是以美国南北战争为历史背景的 对吧 那么在这个 一个宏大的历史背下 演出了一场爱情情节剧 但反过来你看 请胡销山庄 简爱有什么历史背景吧 有没有一个宏大历史背景 好像没有 相比于飘 胡销山庄和简爱 更接近一个儿女情长的小故事 那如果按照我们已有的一种现实主义的 所谓的就是在 一个宏大历史背景下 反映个人悲欢离合的 这样一种现实主义文学的惯例上看 我觉得应该更高看 飘一眼 那为什么 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现在都觉得 简爱胡销山庄 是经典文学作品 那在这个里面 我就想说的 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对于经典文学作品的命名 是多么的人为性和暧昧性 在这个里面 有的时候可能跟文本本身没有关系 或者说从文本本身 你很难区分出哪个作家 一定是经典的 一部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 靠的是一种什么呢 被追认和被认命 而这个被追认和被认命的过程 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 你必须要追认出这历史化的过程 你才能探寻出文学作品更多的真相 那好 雅俗的变异到底靠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一个原因 那好 有几个方面因素呢 第一个方面 我们还是从文本上看 从文本构成上看 文本构成当中就会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分 什么区分呢 就是文学的内置 与形态的区分 与形态的错位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种内置与形态的错位 最重要的体现在什么呢 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有的作品在外在形式上 它是比如说是这个俗的 但是在内在的内容上 它是雅的 比如说很简单 《红楼梦》 《红楼梦》的历史地位的高低 当然你会发现在清代的时候 历史地位并不高 当然清代的时候 有人说也有学者考证 说清代的时候就有红学 但是你肯定毫无疑问 可以说 《红楼梦》在清代的时候的地位 远没有今天这么高 我们今天的这么高 那好 在清代的时候为什么不高呢 《红楼梦》的一个很重要 它是一个形式上 它是什么 它是小说 小说的这个本身的形式 以及历史对于小说的这种 本这个载体的高低的规定 导致《红楼梦》在清代的时候 很难称入大雅之堂 但是你会发现 随着历史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以来 五四运动以来 接下来你会发现 整个这批精英的知识分子 特别要强调白话文运动 强调白话文运动 就要强调什么呢 强调小说 小说的重要性 你看梁启昭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叫《论小说与群质之关系》 提升小说的地位 好 小说在文化背景下 雅俗的之间的这种俗的这个枷锁 一旦被解开来之后 接下来你看《红楼梦》的地位 节节提高 节节提高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它外在形式的俗 一旦被打破之后 它内在的雅就被凸显出来 所以说你会发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位 就有的作品外在内容 外在是看上去俗的 内在是雅的 那么在历史的不同的变化下 它就会产生不同的接受效果 相反 有的时候 外在是雅的 外在形式下 但是内质上是俗的 随着历史变化 它也能够呈现出来 这样代表呢 南朝时期的宫体诗 这个大家没有 学过文学史 可能对这个不太大 习两眼间宫体诗 听说过吗 宫体诗一个什么特点 磁岛花美 有什么思想内容吗 没啥内容 但是在当时的时候 它可是宫廷 这个上层人士玩的文字游戏 外在形式上可哑了 但事实上来讲 思想内容完全是文字游戏 基本上宫体诗 我们当今文学史认为 没有什么太多的审美价值 这个里边就是说 文学在文本构成上内置与形态之间会存在本身的某种错位 所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它某些特点就会呈现出来 那么于是雅与俗之间就会发生很重要变异 很重要变异 那比如说像水浒传这样作品 水浒传这样作品 水浒传当然这个诞生 它当然诞生更加复杂 水浒传它源自于这个宋元画本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书人的那个底稿 你要知道 宋元画本 其实从外在形式上 它是怎么样的 比较俗的 对吧 你要知道那些讲的那些故事 那都是民间的 讲唱艺人的 讲的都是 你看水浒传那些故事 你就知道 对吧 都是那些比较俗套的那些故事 而且民间的讲唱艺人 在讲话的过程中 在说书的过程当中 因为它是要有观众 而且它要努力的 尽可能的留住观众 所以它在讲的时候 它会特别关注观众的反应 比如它发现 讲这段的时候 观众少了 对吧 观众都走了 那怎么办 那我回去以后 这段删掉 改掉 然后发现 讲这段的时候 观众特别爱听 这段保留下来 对吧 一个个的宋元画本 后来它就通过 不断的实践经验证明 对吧 发现老百姓最喜欢 潘金莲这段 这段必须要留下来 这段故事很吸引人 然后又发现 林冲这段很好 把所有这段 全部都留下来之后 接下来 石奈安做了一项 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把它串联起来 串联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 《水舞传》一个特点 就是一个小故事 一个小故事 一个小故事 对吧 其实都是当年 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 那些特别吸引人的故事 大家一听 爱听武松打虎这段 特别觉得有意思 那好 那这个 它本来外在形式是俗的 但是它一旦串联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 它承载了中国文化当中的很多文化命题 文化经义 文化价值 所以说你会发现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两个之间 有的是外与内 雅与俗之间 经常是发生错位的 不同人在同样一个作品当中 看到内容完全不一样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听北大的 好像是温如铭老师 讲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时候 他提到一点 就是他说 雷宇这个作品 大家都知道 雷宇是可以说是 中国现代的一个经典的话剧 它之所以很经典 你觉得老百姓那么爱看它 真的是去看资产阶级 什么这个丑恶嘴脸 看周浦源的丑恶嘴脸去了吗 不是 老百姓爱看周雷宇是去看什么去了 就看这一家人怎么就那么乱 这家人怎么就 到处都是三角关系 随便找仨人就是三角关系 就爱看这个 但是你会发现 你知道观众从俗的这个门进去 但是从雅的那个门可以出来 这就是作品当中 它的内在的错位 同样看水舞传 大家都爱看潘金莲的故事 但是看完潘金莲的故事之后 受到了教育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那当然这个也是从俗的这个门进去 从雅的这个门出来 所以说你会发现 中国文化当中 很多文学作品当中 都会存在着这个内在的差异 我就比如说 我就看金庸陆鼎记 陆鼎记在谈到韦小宝的时候 还有一个点很有意思 就是韦小宝 这个人大字不是一个 从小在哪里长大的 在基院里长大的 对吧 大事不做 但是你能说文小 唯小宝没文化吗 唯小宝很有文化 你去看他的为人处事的方式 那基本上就是 整个中国古代为人处事的 一个哲学的一个集合体 那好 唯小宝的这种处事的方式 从哪学来的呢 唯小宝的文化是从哪学来的呢 就是在基院里学来的 就是在这个青楼里边学来的 你要在这里边 我这也说 我记得这个曾经 北大的孔庆东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中国古代青楼女子的水平 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 这个话呢 当然说的有点绝对 但是呢 也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在青楼文化当中 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艺术门类 都能够得以展现 得以展现 所以说有的时候 你看似俗内涵雅 看似雅实际俗 这是它两个之间的一个变异性 好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雅俗的变异的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更加的关键 就是什么呢 就是历史的发展 就是时间的积淀作用 是雅俗变异的一个条件 时间的积淀作用 就是有的作品啊 你一旦时间拉长了以后 你对这个作品 有可能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一般来讲 尤其是搞人文科学 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当代人 不敢评论当代的人和事 为什么呢 因为你做出的评论 往往不够客观 因为你就处在当下 这个作家到底是好是坏 你得过十年 二十年 一百年之后 后代人评论 或许才比较客观 当代人评论不太客观 所以说有的时候 时间的积淀作用 在这个过程当中 往往会产生着很大的一个变化 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要知道 所谓的所谓的经典作品 高雅作品 这个序列 随着时间的发展 它是不断的变动的 有些作品是不会不断的掉落 在这个经典作品之外的 那么我这个很多 就是前两年吧 好像我看过一个电影 不是很有名的一个电影 叫做匿名者 讲的是谁的故事呢 讲的是沙士比亚的绅士 沙士比亚的绅士 他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谈沙士比亚 这样一个作家 以他的出身 就是我们现在了解到的 沙士比亚的出身 他是不可能写出那么多 宫廷里面的上层 上层社会的生活的 所以有人就说 沙士比亚这个人另有其人 而匿名者这个电影呢 就是在讲 其实沙士比亚 所有的作品 都是被另外一个人代彼的 那个另外一个人 是这个英国皇室的一个 一个伯爵 怎么怎么样 就讲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你会发现 就是在当今时代 沙士比亚身份问题 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好 我想我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 为什么在当今时代 沙士比亚的问题 成为了重要的问题 原因就在于 沙士比亚曾经恰恰是 没有名 没有什么名气 它不重要 明白我的意思吧 恰恰是因为 沙士比亚曾经不重要 所以人们没有关注 他的绅士 到了今天 他被经典化了 于是他的绅士 问题成为了问题 如果他从一开始 他的绅士 就被 他就是一个经典作家 那么他的绅士 到今天 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 同样 《红楼梦》的命运 也是如此 比如像墨延 墨延现在 他现在就是一个 所谓的经典作家 那么接下来 过了十年 二十年之后 墨延的绅士 不会成为问题 因为到现在 他墨延的绅士 已经被挖了透透的 据说墨延的山东 那个家乡里边 瓜果梨桃 都被游客都吃光了 你可见他的 那你说墨延的绅士 会是问题吗 不是 但是沙士比亚的绅士 为什么成为问题 就是因为他曾经 默默无闻 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 所以说 你会发现 当我们追问 一个作者身份问题的时候 恰恰意味着 作者曾经不有名 而这个作者 之所以现在被认为 是有名的作者 恰恰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 我们现在休息 我待会再继续